大家好,我是穗影,今天是野猴子的一场复仇战 因为在上一次的话,拳虹新秀文武的拿捏了野猴子三个猴子 看今天野猴子能不能成功复仇 他今天依然选择三个猴子 猴子先开一手黑箱角,八神八九,背猴子稳住 再绕机,暴起之后,向后影子闪失,闪失 这八神用火圈远距牵制了 但是猴子的速度快啊,很多大招都经过了一个加速 所以说他并不惧怕八神那个波 但是猴子想抓到一套大伤害也是非常难的 想飞飞不起来,八神就开始连续扔火圈了 飞逼和八九,正连距离在这火圈 猴子的凤凰脚也开出来了 后面拳皇新秀半血下 哎哟,猴子飞翔脚 这么快的吗,今天 可是野猴子还是被抓住了 野猴子剩下一滴血,八神跟个火圈 野猴子,八正女,追上去了 那接着看野猴子下一个猴子 看他下一个猴子操作如何,第二个回合 好,猴子追暴击了,暴击用领子闪身向后闪 那八神还是刚他那个打法,用火圈远距离钳制 其实他不光这一次是这个打法 在上一次比赛的话,他也是这么一个打法 就是用波远距离钳制 八九倍,浮空 挑递打一下也打不这么高的连招 但是野猴子想抓破绽就很难 即便抓一个凤凰角 要不要接大选风,没有接,飞翔角 这波这个飞翔角踩得漂亮 拳皇新秀的八神终于被拿下了 看拳皇新秀下一个人 我觉得拳皇新秀最厉害的 是他这一个King,在上一次比赛的话 King连续的使用无限连,让野猴子非常难受 一招飞火流星,就让野猴子望而却步 跟野猴子远距离风 这个凤凰角可以 让猴子跳也不敢跳,动也不敢动 他一跳就可能被连续的无限连接住 无限飞腿 跟野猴子释放超杀大雪峰 超杀凤凰角,暴击超杀凤凰角 电汗 忍不住了 哇,双方对了个大招啊 野猴子还剩一滴血 那拳皇新秀在发波 向后拉后,野猴子又开大雪峰 King的话稳住 现在再来个大雪峰 King再稳住 可是这稳住不是办法 稳住的话这就没了 再稳一下的话 如果猴子刚才连续再出一个大雪峰 King再防御 那就哦 新秀的King终于没了 看来今天野猴子是做了狮子的准备啊 来看拳皇新秀 最后一个八神 最后一个爆八 最后一个爆八 后后把他得,野猴子爆击 爆击之后建议是把凤凰角 后面拳皇新秀剩下半雪 野猴子再开一个大雪峰 大雪峰以后八神直该八胜 连续两发八神跳飞八神 现在野猴子仅剩一个猴子了 后面来看野猴子最后一个猴子 出马 第五个回合 看这个野猴子啊 先来一发凤凤凰角 再来个凤凰角的反身位 全黄新秀中招了 全黄新秀难道说真的不行了 有破绽 野猴子第一局啊 也算是大仇得爆了 看第二局 今天是抢散啊 感觉野猴子想赢还是没那么简单 先直接爆七 算是直开八次 野猴子 哎 这个定的太高 没有八九杯没有中啊 飞翔角飞翔角 想连踩飞翔角 可是还是被八九杯定住了 野猴子应该是瘦了 刚才不瘦 他想开连续 无限飞翔角 来一个超秀的 为什么没有秀起来 哇 跳飞一下 八神最终被拿下 全黄新秀怎么了 其实这一波全黄新秀 他也把拼放到最后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全黄新秀 下一个爆八 这次转换一下战法 可怎么样 可是还没有换人呀 只是换了一下顺序而已 效果应该不大吧 只要野猴子把他的 哎呀 定的很高点 没有用啊 接不上这么着急 除非你八只女接的很准 接中了对手的一个跳 一个落 落地 哎 八神跳逼八只女 开起来了 凤凰甲跳飞 居然一跳飞 截住了猴子大招 这八神玩火 喜欢玩火 来看野猴子 下一个猴子 第三个回合 看下一个野猴子怎么样 哎 火拳 连续两个闪身 飞翔脚 哎呀 脑一爪 结比杀 得已 全黄新秀 现在 他没有谁了 我们看全黄新秀 下一个人 全黄新秀 下一个 king啊 看king这局 怎么打 king也是全黄新秀 的本命了 应该 对 现在放到最后一位 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想用波牵起来 对抗野猴子 这个打法 对野猴子来说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有没有找出一个飞翔 用飞翔脚 凤凰脚 反船 跳起来 中了一个飞翔脚 哎 发个两次波 再来个波 连续发波 猴子爆气 爆气 这大旋风 大旋风以后全黄新秀 哎 猴子再来凤凰脚 凤凰脚 起身大旋风 可以啊 两个大旋风 三段伤害 四段伤害 哇 四段伤害 有望拿下 一滴血 OK 可是双方还是来到第五个会合了 野猴子这局激情满满的 你看野猴子最后一个猴子第五个会合 希望这个猴子会更稳一点吧 这个猴子之前飞翔脚 那没了 野猴子啊 是连胜两局了 这一局如果再拿下的话就 劈头累啊 但是这一局全黄新秀 选这个人物不简单啊 把大蛇都选出来了 大蛇都搬出来了 那野猴子做个防守 大蛇还是在普通那种通天保护炸 猴子远距离飞翔脚 凤凰脚 凤凰脚 凤凰脚走路 大雪峰 大蛇的话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现在面对这个大雪峰 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破解 cd也不好用 现在猴子又开始大雪峰 大蛇都防住了 飞翔脚飞翔脚 飞翔脚接凤凰脚 凤凰脚 我们全黄新秀半学一下 猴子再来一个超杀大雪峰打 大蛇也废啊 这样打的话 即便选出大蛇 统一拳通天保 不得不说大蛇刚才那个细节 还是很到位的 截住了猴子的招式 来看第二个配合 野猴子下一个猴子 飞翔脚 哎 爆气 爆气就成了机会 阳光普照 猴子使用一发凤凰脚 上去 漂亮 接着看全黄新秀 下一个人吧 大蛇就这么没了 第三个回合 全黄新秀的king 猴子爆气 接着使出大雪峰 全黄新秀做防守 挖一个凤凤凤凤凰脚 再来个凤凰脚 接大雪峰 可以的 全黄新秀还是处于一个防守状态 我 想起来 这是什么玩法 新秀的本命角色好像有点招架不住了 CD符合来个波 先点猴子啊 稳住 哎 天使不断在发布 猴子 飞翔角 中了 哎呀 中招 好 可以无限连 角度够的话就可以无限连 大概野猴子又剩一个猴子了 这一局野猴子又掉链子 第四个回合 飞翔角 红黄角 刚才一个套路 但是这一局的话 轻也凹出来 冰 一个波 两个波 三个波 选风腿 八波 哦 踢一脚 可以的 三次 四次 五次 好 打招式上去 中间做取消 无限连 又是花式连 这才是经典的突射打法 比分呢 目前来到了1比2 全黄仙秀还是选大蛇首发 刚才大蛇是险胜猴子 这一局能不能再次险胜吧 好 眼距离还是正刚才那一招 行风弄到牵制住 野猴子呢 防守 他还敢不敢再跳起来 我觉得只要大蛇压制的节奏都好 猴子是不敢跳 现在猴子中了两发突天炮 又来一发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野猴子下一个猴子 这一把的话他有一个雅典娜在手 雅典娜我估计是为了对抗大蛇而选 可是他把雅典娜放到最后一个位置 好好的宝器 先来一份飞翔脚接疯狂脚的方式 反穿 正穿 哎呀 大蛇都稳住了 飞翔脚可以统一拳 漂亮 统一泡 阳光普查实战 第三 这眼看就要见到雅典娜了 这一局圈黄星星有能不能穿伞 有大蛇的救治狂 看第三个回合 好 雅典娜先来一手凤凰剑 再来凤凰剑 稳住 生龙 凤凰之剑 哎 生个波 凤凰剑 凤凰剑 起身 一个通天炮 踢一脚闪现到背后 发波 两次发波 看来像穿三边那么容易 毕竟亚典娜是大蛇的一个克星 现在大蛇的通天炮 阳光普查站一站 比分现在来到2比2了 我们来看第五局的决胜局 第五局 天荒星球的大蛇的手法 还是刚才那个套路的话 野猴子就很 但是这次野猴子哇 野猴子换了三个雅典娜 野猴子 先桌子了这次直接 三个雅典娜 克大蛇 看来野猴子真的着急了 哎 红一拳 闪现 狂黄之剑 脸对着生龙 现在大蛇 看又要干嘛了 哎呦 防住 闪身想抓 狂黄之剑完了 大蛇他 终于克住大蛇了 其实刚才野猴子如果把雅典娜放到首个位置 我想会更好一点 先放到首个位置打出气势来 看全王星球下一个人 KING出马 第二个回合 先来一个波 再来一个波 大招 喝一个 现在KING暴击了 暴击之后雅典娜定住了一个分身 这样的话KING也没有办法 这招无敌 真是无敌啊 现在全王星球剩一个八神龙 野猴子表示你和我玩大蛇 我就和你玩分身 好 八神女 反神位中招了 亚迪娜开启一个反弹盾 哎 升龙 升龙 三只升龙 四只升龙 停掉 停掉以后再踢一脚 现在野猴子三比二拿下了 好 好 好